MEDICS 一個這樣的服務 我可以很有信心他們的追蹤 那些跟進其實是我的期望 我叫做Ivan 我的女兒她在13歲的時候 發現了有甲狀腺 即是這裡有些腫脹 最初是去看了一個耳鼻喉的醫生 醫生幫她偷了一些組織去做化驗 三幾天回頭就告訴我 化驗報告其實是沒有良性的 不過因為這個稅數正在發育 應該繼續檢查 否則突然變壞了 可能已經太遲了 因為她的結節是超過4公分 有個機會當她抽針的過程 萬一抽不中那些惡性細胞 而之後就影響到化驗結果的準確性 我們就稍集了她的資料 發了給我們海外的甲狀腺科的顧問醫生 她這個情況比較特殊是有兩個選擇 一就是可以繼續定時定後再找超聲波跟進 或者甚至乎再做抽針檢查都可以 第二個選擇就是因為因應她的尺寸大過4公分 其實也可以選擇做一個切除手術 會怕除了手術都是一個風險之外 做完這個手術可能要吃一些賀爾蒙 還有會不會吃一輩子 我當初聽到Medics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未聽過有這樣的平台 當自己發覺有些毛病的時候 其實我們一個普通市民 我們都不知道去哪裏找一些適合我們用的醫療服務 譬如去哪裏找一個專科醫生 那個專科醫生其實適不適合我們 為何他會給我這個服務 然後他們經過研究之後 他們回到頭告訴我們 其實手術的風險是不大 就算做了手術之後 也不需要繼續吃這個賀爾蒙 於是我們回去考慮之後 我們都決定做了手術 他們就會好些了 一輪永遠 都去因應他們這個選擇 我們就轉介了他們香港當地權威的 就是甲座紅線外科的醫生 去幫他們做這個手術 之後他們做完手術也很成功 Matha也恢復正常的生活 也很開心 我一定會介紹Medics的服務給其他朋友 或者是我們客人的 如果沒有Medics的服務 我都會用一般人的方法 就是問一下這個朋友 或者看報紙 就不像Medics一個這樣的服務 就是我可以很有信心 就是他們的跟進 那些跟進其實是 是我的期望的 這個服務就不只是在病之前 包括在醫療之後的期間 他們之後也有做跟進 令到我作為一個用家 我就覺得這個感覺挺舒服的 多謝你們 感到的